这个帅骨穴 所以我们找到之后 我们用这边去按压它 跨过来 那这个左手干什么 搬住这个椅 这个椅座的地方 头往右弯 是不是这个动作 就可以拉到你 这个颈部 这个感觉这个筋骨 还有肩膀 你都可以拉到 对不对 这些穴道 让我们向头痛说拜拜 要按哪几个穴道呢 对 好 我们讲如果你的头痛 是属于刚刚说 是绍阳经络头痛 就是属于这个 侧面的头痛 侧面跟额后头痛 那教大家按压一个穴位 叫做帅骨穴 通常是不是只有在头 它会伴随有脖子跟肩膀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按压呢 比如说以左边为例 我们刚刚 左边的帅骨穴 我们用右手去按压 怎么按 我们用右手跨过来 中指去按压 刚刚的在耳尖上 两根指幅的位置 这个帅骨穴 所以我们找到之后 我们用这边去按压它 跨过来 那这个左手干什么 左手如果你是坐着的话 我们就搬住这个椅 这个椅座的地方 然后慢慢往这个侧面的方向 拉开来 所以我们就是往 头往右弯 是不是这个动作 就可以拉到你 这个颈部 这个感觉这个筋肉 对 左侧边好像可以 还有肩膀你都可以拉到 对不对 五秒再回来 慢慢回来 所以一个动作 所以慢慢的再这样 一个动作做十下 第二个 如果你是属于太阳经络的头痛 刚说太阳经络的位置 它在我们头的后侧 所以我们按压的位置 就是头后侧 有个穴位叫天柱穴 天柱穴位置 我们找 后脑勺 后脑勺的这个后发剂 后发剂的正中央 找到正中央之后 你旁边它是不是有肌肉 你就你的手指就沿着 那个正中央往旁边滑 你会有个肌肉聋起来 有个肌肉凸起来 这是斜方肌 它这个聋起来 在肌肉旁边的凹陷处 那找到之后呢 我们换成用这个大拇指 去扣住这个天柱穴 然后你的四指 就抱住我们的后脑勺 顺便你就按压 然后低头 低到最紧的地方停下来 停个五秒钟 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抬起来 然后手打开 对 然后再一样再往前弯 所以呢 这个天柱穴 如果你是属于像 刚刚说落枕 好 落枕头痛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天柱穴 然后去做这个动作 搭配做脖子往前 往后仰的动作 好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如果你是属于这种 阳明经络头痛 阳明经络在前额 对 所以教大家两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硬糖穴 硬糖大家知道 在两个眉毛的正中 就是硬糖 但是因为通常刚刚说 这个阳明经络 你有时候头痛是硬糖 连前额都痛 所以我会教大家 我们找到硬糖穴 用中指去按压 两根中指按压 这个硬糖穴 按压五秒之后 然后沿着这个 我们梅林骨的上缘 慢慢推推推推推 推到我们的太阳穴停下来 就这样做十下 所以你是前额痛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改善 那如果你是属于鼻子 鼻痘炎的鼻子痛的话 那我们按压的穴位叫山根穴 山根穴是两个眼睛内侧 连线的终点 就刚好在鼻梁骨上方 这个凹陷 那也是一样 那如果是鼻子痛 那这个时候按压的时候 我们也建议用中指 因为中指的力道比较够 先按压这个山根穴 然后呢 你就沿着鼻梁的旁边 慢慢推推推推 推到那个鼻翼的下缘 这个也是一个穴位叫做 那个银香穴 对 不错 银香穴 对 所以就这样再停下 所以也是按的时候 我们就再从三根穴 先按五秒 然后五秒之后 再顺着鼻梁下缘 一直推推推推 推到银香穴 停下来再停五秒 最后是足绝因干筋 那干筋的穴位 它按的不在头面 因为呢 干筋刚说 它通常都是干火旺 所以这个时候 你按的穴位 在我们的脚背 所以我们按压 是脚底的太冲穴 那太冲穴 其实也很好找 它就是在 我们那个大拇指 跟第二指 就是我们参甲脚脱 那个位置 是 对 然后那个指缝 然后往前推 我们就沿着那个 往前推推推 推到骨头 不能推上去的时候 因为它正好在 两个骨头的交界处 对 所以这个太冲穴 就找到说按压 就可以减少 这种癫顶的头痛 还有如果 因为干火旺 所以如果你很 很生气的时候 在暴怒的时候 也可以推荐 大家按压这个太冲穴 它也有降火的作用 太好了 治才吃止痛药 药物反应恐怕不佳 我觉得我算是 比较长偏头痛的人 然后我常常就会 忍到后来的时候 就真的太痛了 然后才吃 可是吃的时候就发现 怎么好像 效果没有那么好 对 但是我好像有听 某一些医生说 其实止痛药 没有像一像的 那么可怕 反而是就 它说有点像是 那个小兵 如果它今天来 攻打你的时候 可能只有前面 10%开始攻打你的时候 你就先吃止痛药 它就可以把它压下来 可是它已经是 百分之百人 全部冲进来 攻打你的时候 你才吃药 那你怎么可能 打得过那个痛 所以说好像 应该是要在开始 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 就应该要吃吧 廖医师怎么看呢 的确就是 像如果是真的止痛药 它其实一定要 有点症状 就好像不太舒服的时候 你就要先吃 因为否则就要骨牌 效应 一旦大发作的时候 其实你不带 那个吃的效果不好 而且你可能要 加倍的剂量 才能压得下来 所以会建议说 如果 那当然 在中医的立场来说 我们还是建议说 其实头痛 还是要从预防去着手 就是说 你要找出自己 头痛背后的原因 是什么 像以中医来说 很多人 不同体质 也有不同的头痛 我们会建议 头痛的防止 还是要从你平时 体质去调理 你才可以预防 头痛发作的频率 跟强度 头痛到底怎么办 可不可以自然好呢 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 那今天医师是要 教给我们什么 四大生活技巧 它可以让我们 有效地缓解吗 对 其实我刚刚讲 因为其实头痛 背后的原因非常多 但是很多 也跟你的日常生活作息 其实也会有息息的相关 所以大家也检视一下 自己是不是也办了 这些禁剂 那这些禁剂改善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 让你头痛改善 第一个就是 避免会诱发头痛的食物 其实诱发头痛的食物 当然因人而异 但是比较常见 诱发偏头痛的食物 就是乳酪类的 就是寒乳制品 所以像起司 牛奶 还有奶茶 冰淇 这种寒乳制品 因为乳制品 还有一种叫做 绿氨酸的成分 那其实它会刺激血管 造成血管收缩 引发头痛 那除此之外 会发现有一些水果 柑橘类的水果 所以不只是柑橘 像柠檬都属于 它有黄酮类的物质 也都会比较容易 刺激血管 造成头痛 那有一些腌制品 像那个香肠 骨腿腊肉 它亚硝酸胺 或是一些胃筋 但也很容易诱发头痛 另外一个 甜 精致类的甜点 因为精致类的甜点 像这些 它会放一些人工色素 代糖 香料 那其实这些 也是诱发头痛的因素 可以多吃什么东西来改善 会建议像 钙离子跟 鎂离子含量 比较丰富的食物 为什么 因为钙鎂 其实它是 我们讲它是 天然的镇定止痛剂 所以只要含钙的食物 小鱼干 深绿色蔬菜 或是这些都是 芝麻 这些都含丰富的钙质 或是鎂的话 就是坚果类 还有一些唇骨类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多食用 那当然就适度的运动 对 没错 适度的睡眠 其实大家都知道 哎呦 是不是很 对 就是一般成人的睡眠 我们会建议七到八小时 但是就是 这个为什么讲适度 因为其实睡眠 是过犹不及都不好 因为你刚刚说不及 就是不用讲嘛 睡不好早上会偏头痛 这是常见的 但是睡太多 如果你睡十个小时起来 哇 怎么觉得 头昏昏成状状的 所以过犹不及都不OK 对 因为其实 以中医来说 你睡眠不足是干活 可是睡太多 睡太多的时候 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 身体是没有在活动 所以气不足 气不足不能把血打到头面 所以气血不足 也会造成头痛 避免吃这些垃圾 因为简单讲是垃圾食物 你有运动吗 或是3C的产品 就是说 手机也会用太久吗 有吗 有 其实我觉得 全部通通 我通通都没有做到 你看晕眩症的时候 他医生就有 后面跟我讲过 我有五样不能吃的东西 然后这五样 其实就是乳制品 巧克力 刚刚医生有讲 然后还有柑橘类 然后还有花生 就坚果 然后可以有一个 我不知道 老师刚刚没有提到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就说我不行 但还好 我没有那么爱吃 那就是番茄 然后番茄 为什么是因为太寒吗 没有番茄也是 它跟水果一样 都是属于那种特殊的 那种黄铜类的化合物 所以它可能比较容易 用发 对的 好 然后我还有个 很好奇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有 听说 然后就是有一个女生 她本身是绿石 然后她也是有长期 偏头痛的问题 然后可是因为有一个医生 就跟她讲说 如果你会偏头痛 你可以试着尝试 每天喝一点咖啡 但是因为她跟我一样 是完全不喝咖啡 因为我们都喝奶茶 就是那个不能喝的东西 然后后来呢 没想到她就说 好 那她就开始去试试看 所以她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她不喜欢喝奶茶 她就先从拿铁开始喝 结果她的确她就说 怎么喝了拿铁之后 她的确就没有那么容易 有头痛的问题 后来她到现在 她就是变成已经改成 她每天会喝一杯黑咖啡 已经调整 可她现在就是已经开始 慢慢几乎不会天头痛 所以我不晓得 这个是真的 还是说假的 确实耶 很多人头痛的时候 她去喝一杯咖啡之后 就是症状减缓很多 舒缓很多 没错 其实你们如果发现 看那个止痛药成本都含咖啡因 对不对 有时候含咖啡因 因为咖啡因的确是 对于血管扩张性的头痛 它真的是有缓解的作用 血管扩张性的头痛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因为有一些人反而喝了咖啡之后 因为咖啡有利尿 刚刚讲 利尿会造成身体的电解值不平衡 对不对 它可能造成 有时候反而造成 钙离子跟美离子的流失 所以有时候反而有限 喝咖啡会更头痛 而且喝咖啡用止痛有比较大的问题 说那个量的难尿很重要 因为如果一旦你量太大的时候 你反而会成咖啡因成瘾 变成你一定要喝 那你不喝就反而会头痛 我们讲的咖啡因戒断 那这个很多人说 那这个量大概多少 他们会建议说 一般来说如果你去超商咖啡 就你一天不要超过 就如果你去买拿铁的话 就大杯的 然后如果是美式的话 就中杯的 对用这样 你一天不能超过这样的量 如果超过的话 就比较容易有咖啡因成瘾 那你一旦要戒断 而且如果你要戒断咖啡 不能说 我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喝咖啡 因为你隔天就快了 要渐进式 就比如说大杯变中杯变小杯 然后慢慢减少 不能像这样就切断 一刀两断 医师您看支支的一个状 他说他四个都会踩到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要优先先解决 还是说 就赶快去挂号比较快了 对 应该是我觉得 因为刚刚有一个提到 我们说避免三星一幕看太久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现代人通平 因为荧幕的亮观 也会刺激脑部 而且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 其实眼睛会一直盯着荧幕 所以眼睛周围的肌肉过度收缩 刚刚讲 如果眼睛过度实用的话 也会造成头痛 好 那刚刚讲 虽然头痛的一个种类比较多 但是有一种头痛 大家千万不可以轻忽 就是 头痛情况跟过去不同 头痛情况持续二发 这一二三四五 如果你有出现这五大症状的话 拜托一定要去看医生 没错 因为这可能 如果刚刚说你头痛 比如说你是非常的剧烈 或者说你头痛持续的话 就很多人头痛吃止痛 但是怎么发现 没有好之外越来越痛 那第三种 就是你在咳嗽大笑 打喷嚏的时候 会诱发头痛 因为这些情况会造成什么 我们在咳嗽大笑打喷嚏 颅内压会增高 脑内压增高为头痛 要注意你可能脑部的肿瘤 脑膜瘤 这个有可能 那第四点就是你 你除了头痛 就还伴随一些神经的症状 你会发现 怎么开始四肢无力麻木 然后嘴巴就好像 觉得口齿不清 然后意识有点模糊 其实要注意 可能是脑内压增高 就是脑出血 重工的前兆 它其实也是个提醒 那第五点就是伴随头痛 你可能伴随如果发烧 颈椎僵硬视力模糊 要注意可能是脑膜炎 那这底下这些 我刚刚说脑部的肿瘤 中风或是脑膜炎 都可能要你的命 所以不要认为头痛 不会要命 它真的痛起来 有时候真的会要你的命 要人命 可能会潜藏了 中风的一个大危机 中风的一个大危机